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好意思 我们搬家了 我们iNews 如果你们家是在八十几台 九十几台的话 现在开始我们要搬到四十八台了 四十八台是新闻频道 新闻区块 新闻区块已经好久好久 没有新的新闻台了 所以好开心了 iNews 搬家了 要记得哦 今天开始转到四十八台 好 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 还是要来谈谈你所关心的诈骗 观众朋友 我们的打炸国家队呢 抓了半天没抓到手脑 竟然抓到了一大堆的诈骗受害人 观众朋友可能觉得奇怪 我是受害人 我怎么又被抓呢 因为不得好不小心 你可能会成为共犯 所以你既是受害人又是共犯 所以我们现在非常多的诈骗冤案 小心 你有可能就成为冤案受害人 好 同时在今天还要告诉你天气真的好热 而且热到会缺电 所以到底电力危机怎么减呢 同时日元又在扁了 在今天最新的报价是扁到对美元143 对台币0.21 这是什么概念呢 如果半年前你拿五万块新台币去换日币的话 那么在今天你可以多换两万块日币 好多耶 不过也要来告诉您 日币的贬值效应竟然还造成了一波日气撤中潮 为什么呢 好 我们先来看指数 指数在这又跌了 昨天是因为爆了跌 那么今天是因为一大堆的信品机构 调降了美国大企业的平等 所以指数在今天跌了171点 收在16887点 万七撑了 八天还是破了 我们来看到联电可能今天是没中市了 在今天出席出席行情可以说是失灵的 同时盘面上包括AI观光面板以及航空股 卖压都非常沉重 稍后再来做解读 好 我们赶快来介绍来节目现场的来宾 邀请到金融培训协会理事长林昌新 大家好 大家好 邀请到国泰政旗顾问处分析师蔡明翰 菁姐好 大家好 资认社会记者丁学伟 各位大家好 邀请到万保投资总监蔡明璋 大家好 邀请到曾经专家的先生先哥 大家好 以资认社会记者林玉峰 大家好 好 今天开始赶快带你来关心的是诈骗 诈骗现在其实已经是无所不在了 但没有想到竟然好多的冤案受害人 是诈骗集团的共犯 我们的警示账户现在逼近10万国 什么是警示账户呢 就是你的账户如果被列为诈骗洗钱账户 那你的账户就没丁没当了 现在全台湾的警示账户竟然高达10万个 玉峰 对 在过去来讲的话 其实有一个线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说如果我们的警示账户超过2万个的话 那完蛋了 台湾就会被诈骗给淹没 但其实10年之前就超过2万个了 棒棒棒棒棒 现在已经96022个 大概已经将近10万个这个警示账户了 所以我们早就已经 我们早就已经沦陷了 而且我们一直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灭顶了 我们已经灭顶了 然后过去的话大家 记不记得那时候很流行教大家说 如果你知道是诈骗集团的话 你挥一块钱给它 然后去冻结它 好 结果冻结到的很多都不是诈骗集团的账户 现在有很多人是被迫变诈骗集团的账户 他就欧龙谁的 然后第三方的诈骗谁来谁去 很多人被冻结之后 他不是冻结一个 他整个系统都被冻结 好 我们来看怎么样的情况 你有可能成为警示账户呢 有自愿出卖人头账户的 赚一点银头小利的 但没有想到变成共犯的 也有被骗的 比如说你去求职或者去办贷款 结果被骗了 或者你在社群或网络购物 误入陷阱的 也有可能成为警示账户 有可能成为诈骗集团的共犯 对 第一个我们讲了 自愿出卖人头账户 就是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个状况 就是有些人拿了你的本子之后 把你给关起来 像清普债一样 在清普那边有点像学柬埔寨 把你的本子给扣住 为什么呢 因为你怕说 不然你卖了你的本子之后 回头你就去申请指付 那我骗到的钱就没有用 所以现在有可能会被关起来 第二个求职贷款 现在有很多很多人 他想赚个打工 想做个斜杠青年 然后他就说 那你要去申请特殊的 比较小间的 或者是特别的银行 然后我们要新转给你 结果申请之后 就把你的本子拿去 这你也有可能变成 一个诈骗的人头户 另外一个我们刚才讲的 第三方的诈骗 就是欧龙谁的 你买卖 结果他把你的东西也丢进去 甲永杰就是发生这个事情 他竟然被两次 甲永杰也是受害者 对他竟然变成两次的 一个洗钱的被告 你想想看他的形象这么好 怎么会 还想要跑法院 对要去 要去分局 就是松山分局 要去松山分局做笔入 然后要到台北地检署 虽然最后都证明 跟他没有关系 可是你想想看 甲永杰他不气死 那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我们都没有办法来 针对诈骗集团的最上层 老闆都抓不住 都弄到这些有的不的 都抓到车手 受害人 不过据说抓到了一个J栋 是吗 那J栋就是真的是厉害的 我们现在讲 诈骗集团 它是有分工非常细腻的 你骗到了钱 这钱能不能用 这钱是脏的 我们讲这脏水 这钱你要洗干净 那J栋做什么事情呢 它就是做水房 它就是可以帮你洗钱 然后画面上 这个刑事局 去台中抓他的 你看现金抓了 现金是墙壁 是一面的现金墙 这都现金 所以他们都放五千万现金 五千万现金 还有这么多名牌包 还有Hermes Hermes买到变VVIP 还有这个大G 一台 这是限量版的大G 一台也是一两千万 它在台中租了一个豪宅 在里面放了五千万的现金 然后Hermes变成一个名牌的展示柜 然后又很多非常奇珍异宝 就那个东西 因为它一年可以做多少 它营业额听说一年可以做到好几亿 就帮诈骗集团洗钱就好 那洗钱你会觉得说 你怎么那么笨 你怎么把这些钱放在家里五千万 警察就问他说 你不知道这五千万被扣到的时候 会去当成犯罪所得 你怎么没有不自己帮自己把它洗掉 他讲什么 买乎啊 订队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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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那就是因为现在的诈骗集团啊 他真的是太泛滥了 你说警察要去抓 你说抓得到吗 我给大家一个概念 现在都是很轻判 柯文哲的他儿子也被骗 柯文哲的儿子也被骗 被骗了十亿万多 骗那么多 因为四次 一次都是两万多两万八两万八 因为你不能超过五万嘛 如果你到四万九 你会觉得你会紧张 所以他被骗了四次的两万八 所以被骗了十亿万 结果被骗是已经很笨还被骗四次 我没讲我没讲 短时间之内 你设定错短时间就被骗了 就被骗完之后 你会觉得说这太可恶了吧 前台北市长 要酸总统呢 你骗人家 重判吧 判多久 四个月 四个月是什么概念 四个月是不用关嘛 四个月就是under six 就是在六个月以内 他就可以缓行 你这样子你会觉得说 骗人有什么了不起 第一个又好骗 第二个你又不用进去关 其实你要关他们才会怕 你不用关 你想想看 比如说我骗了一百个人 我不得了 我骗了柯文哲英 被警察哭去 可是我后面搞不好有90个 是没有报案的 怕被家人发现 你怎么说 黑数啊 黑数 那你看 你这四个月 一颗发金十几万 让他去就好啊 随便骗一个都有了 对啊 随便骗一个都有啊 那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的打炸国家队 其实有点动不了 我有去看过诈骗集团 他们的机房 现在诈骗集团是高科技公司 高科技公司 现在是高科技 然后据说呢 我们的警察单位 我们的检调系统 是跟不上 这些诈骗集团的高科技 人家说诈骗集团 说你知道我们骰什么 我们骰麦拉伦 麦拉伦 跑车 你们开乔乔摰 你们骰乔乔乔 你骰乔乔乔 我去看过现场 他们怎么弄 你知道吗 他们只要一发现 现在有谁是名人 要非常小心 乖可能也会中 我已经被成立很多诈骗了 他马上就成立 然后呢 不管怎样 像那时候 NVIDIA的老板 黄仁勋 不是来台湾吗 是 他马上截哈的土 他也没有 没有那个什么 他也不怕你抓 所以他也没有那种 像我们要新闻上使用的话 你還要去拿他的授權 你要去拿他的這些copyright 他都不用 反正要抓下來 然後歐龍誰的 黃仁勳說 我在美國獲得了成就 我要回來帶領台灣的年輕人 我要帶你們起飛 然後弄個字 就像我們新聞的戲劇一樣 啪啪啪就出去了 然後他就被抓到 馬上就把它關掉就好了 再成立一個新的 據說他們成立一個新的IP 只要花5分鐘 非常的快 5分鐘就成立一個新的IP 而且他們來講的話 其實他每一台筆電上面 他們都買了很貴的VPN 我也不怕你抓 他們在哪裡 他們就在我們的科學園區 住在很高級的商辦裡面 科學園區都科技 你看下面都是大牛小牛 還有青蛙 都是Posh法拉利那些 然後只要5分鐘 又可以再拿一個帳 但是我們台灣的警察要怎麼弄 我們要用紙本去申請 我們要去調閱 那你調閱的過程當中 如果要是有問題 比如說你在社群媒體 Meta上面 臉書上面 你發現 這個人怎麼用林玉峰的名字 你去跟他弄 不好意思 你是誰 你根本不知道你是誰 他根本不理你 而且據說 如果 我如果去報案 是我的帳戶已經變成了 詐騙集團洗錢帳戶 那警察不是要查嗎 他就要先通知銀行 他怎麼通知銀行 他是寄郵件 郵件寄信 寄信在銀行 然後銀行查完之後回覆 他據說最快是一個禮拜 對 那如果詐騙集團 他們都會分流嘛 就是比如說 林玉峰 還有林玉峰的人頭之後 下面再分分分 他們最多分到四層到五層 這個錢洗到這裡 這裡 再洗到這裡 再擠到這裡 據說呢 有可能一個 一個肉帳頭 下面分布五十個帳戶 你知道警察光光一個肉帳頭 查出來的五十個帳戶 來來回回要一個月 對 好 警察要一個月 為什麼呢 這個是我有研究過 因為這個東西啊 跟民眾的個資有關係 跟我們的金融體系有關係 所以一切都要用紙本 而且要有收發張 你不能說我很急啊 你趕快幫我弄 不行 你要拿去收發 你知道那個收發 是要排多久 好 一個月 但是你知道詐騙集團 像阿關你剛才講的 你今天詐騙到憲哥的錢好了 憲哥的錢拿到之後呢 我不能用 因為這個錢是髒的嘛 它會分很多層洗 對 你要慢慢洗慢慢洗 那你叫做慢慢洗 洗到第五層 大概要多久 要15分鐘 洗到五層才15分鐘 對 你知道嗎 有個專前在洗錢的 它有一個桌機 有一台筆電 有一台手機 它要洗 賺賺賺賺 然後最後呢 要進交易所 台灣有幾個交易所 是有問題的 這個交易所 就是專門給詐騙集團 地下交易所 來洗 對 地下的 然後洗的話過程當中 它也不問你的來源 反正你錢進來 我就換成USDT給你 穩定幣 1比1對美元的 然後轉到了另外一個 年輕車手的一個 手機仔來對 然後再叫人 直接過去拿他的冷錢包 就這樣 很快耶 15分鐘 所以15分鐘 我們可以轉五層 不是我們的 詐騙集團 詐騙集團可以轉五層 但是我們的警察 公安查這些帳戶 要查一個月 我們的15分鐘就是我們的公文還沒打好 你一定要給你的隊長蓋章嘛 然後給你的局長蓋章嘛 然後你才要出收發嘛 如果你根本沒有的話 錢早就已經不知道會得了 我們那是早上國家隊的 國家隊 那好了 我現在學尾 現在最令人擔心的 詐騙集團 無所不在 這是大家都知道 據說呢 台灣只有六趴的人 沒收到詐騙集團的訊息 幾乎人人都會收到詐騙集團 我在想沒有收到訊息 比如說像王世堅那種 以前沒有用 沒有手機啊 不是王世堅 他沒有用網路手機的那種 可能沒收到 不然通通收的到 好 最慘的是 我們已經是受害人了 我們還要變成詐騙集團的共犯 現在台灣各地地檢署 幾乎被癱瘓 為什麼 將近有十分之一的案件 全部都是詐騙 你說詐騙 現在這個詐騙集團很厲害 他今天一個頭的話 他整個案件是分布全台灣 你今天在台北抓到一個 高雄抓到一個 花蓮抓到一個 那時候三個地檢署分別案 半 這個是案件被切割來 而且沒有統整 所以你看這個地檢署 當然案件很多 問題是這個頭是同一個詐騙集團 但是他分三個地方辦案 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現在就是因為人力不足 地檢署真的要辦到不一樣 你有沒有發現台灣這幾年 除了IMB之外 幾乎沒有辦什麼重大經濟犯罪 為什麼 檢察官都在辦這些 不是都在抓車手 對啊 你抓車手的話 當然要向上溯源 溯源的話 你這個帳戶從哪裡來 你這個帳戶有誰連結到哪個水房 水房是有哪一個詐騙機房控制 詐騙機房上面又有哪一個IP位置 我跟你講一個案件要查多久 你知道嗎 光查這個案件 到買了 沒辦法 上頭的所有 我好像人錢都洗出去 都已經花了 對啊 上頭的抓不到 辦到最後都是這些車手 對不對 好那問題是我們怎麼也會變成共犯呢 我們已經有夠倒楣了 倒楣了 我們的帳戶拿去給人家用之後 變成了警示帳戶 我還不能夠進出喔 不頂不可以被動輸 這樣就已經有夠倒楣了 我還變成共犯喔 不是 因為現在案件 警方查到的話 他當然是抓到這個源頭嘛 對不對 車手去頂錢的話 我只能知道說 這個帳戶是誰的 那我就開始找這個帳戶的主人 那我可能是被騙 求職被騙 購物被騙 這個問題是這個要釐清 你要有事證 你要自己有保存證據 我先舉幾個案例 有一個重度精神障礙手冊的男子 他是看到廣告說 有個打工廣告 你拿一個郵局存責 去幫人家辦貸款可以換現金 他就想說 我早工作 而且對方很聰明 對方還跟你講 他還把他的身分證 正反面影本傳給你看 表示我真的有這個人 你來的時候 剛開始確實有領到錢 那可是過沒幾天之後 他就抓到說這個是警示帳戶 你說一個重度障礙 精神障礙的人 聽說他也好像起訴 這個也要起訴 當然要起訴 還有一個媽媽更誇張 他可能去郵局銀行辦事 把存折跟印章放在那個車子 摩托車裡面對不對 那摩托車被撬開 整個被偷走了 那我就報遺失 對 他掛失了 可是你沒有去警察局報案 要拿報案三連彈 沒有報案不行 你打電話去跟銀行什麼掛失 那個警察還跟他講說 你有掛失就好了 沒有跟你報案三連彈 所以後來檢察官傳完你來的時候 你會試證 你卡電話掛失 掛失真的假的 你當時掛失什麼 你手上有證據嗎 當然沒有 所以如果我們的存折掉了 不能只掛失 我還要去報案 否則將來我可能 萬一這個帳戶被人家拿去洗錢 我就變成共犯了 因為你在司法上面沒有試證 沒有證據對不對 說實在這個東西你要怎麼舉證 而且我跟你講現在那個詐騙集團很誇張 他給你的時候他匯錢給你對不對 跟你要了你的帳號 他就告訴你 你到什麼蝦皮 到什麼全家 去領個包裹 我把一些東西叫什麼折價券 兌換券 甚至現金在裡面給你對不對 你去領了之後 剛才警察就在那邊等 你去領那個包裹 我就把你抓起來 為什麼 共犯 這個就是你試證嘛 你把你的帳戶借給人家 人家把東西 弄來給你啊 對不對 這個是不是犯罪試證 好 但是我要提醒觀眾朋友 一定要注意 你不只變成詐騙集團的共犯 而且定罪率 也就這種情況 你的帳戶不小心被人家拿去用了 然後你變成共犯 你叫做我的證明 我真的沒詐騙就沒事情 那你就錯了 你不是只是跑法院那麼簡單 據說像這種 你的帳戶被人家拿去洗錢的共犯 定罪率高達96% 也就是說96%的人 都有事情 因為他怕 被判刑喔 判刑喔 對 我辦這個案子的話 我已經視證明確嘛 對不對 但是我也沒有辦法分辨說 你沒有辦法自保 沒有辦法自證說 舉證說我這個是被騙的 所以據書有說的人說 那我要測謊 我測謊證明我說的是真的 檢察官也不接受啊 因為測謊也不能做為定罪的根據 你測謊有什麼用 對不對 今天就是主要 法律就是纏事證 纏證據 你今天要什麼 自保的話 你要把證據拿出來 那一般人怎麼會去弄這些證據 而且我說實在話 很多人是故意把帳戶 真的是借給詐騙集團 那個那種有 但是我問也有 所以現在檢察官在辦案的時候 他根本就不會管這麼多 因為我就跟你說了 已經被癱瘓了 我今天查到這個有證據的話 我就幫你起訴 我就插插你對不對 你難道還要叫檢察官 真的要去把它完完全全炒出來 除非你是賈永傑 他就相信你不是 不可能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台灣現在的很多定罪 很多東西犯罪 法律 我常常講說台灣的法律 真的是照顧那些加害人 不是照顧被害人 結果加害人判得很輕 對不對 因為台灣的犯罪本來是這樣 我們現在一直在加重罰則 最近真的像詐騙集團這種 加重詐欺罪有沒有 就是覺得說你是詐欺藏業犯 所以我就罪 罪得很重 他定的罪還七年以上 對不對 但是實務上呢 實務上當然沒有判那麼重 很多因為抓到的不是手腦 抓到的都是車手 或者是一些洗錢的 協助洗錢的這些人 這些人的話 通常他拘役 或者醫科罰金 甚至服勞役 你說我說我沒錢 我不會賺到錢 我沒錢 幫我繳罰金對不對 服勞役 那就服勞役 你去洗廁所去幹什麼 服一服就沒事 你說即使是抓到說中階的幹部 對不對 這些的定罪率雖然很高 可是通常是三年以下 三年以下 你也知道 整差一年我就抓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罪那麼輕 台灣現在有八成民眾 是判斷 希望說你能夠加重 詐騙犯罪的刑責 好我們來看 詐騙犯 被抓到的其實我們的判刑是非常輕的 判在六個月以下的 占比大概占43% 判三年以上就判比比較重的 三年以上其實只占0.5% 從2017年如果統計到2021年的話 總共被判三年以上的 只有355個人 可是你知道他抓到的犯罪多少人嗎 六萬九千多人 那很多一頭老骨是車手 或者是我們剛剛所講的 他其實本身是受害人 結果變成了共犯 那一種一頭老骨 好那到底詐騙集團怎麼設斷點 為什麼他們可以逃避刑責 而且背判這麼輕呢 因為他設的斷點很多 我今天可能在境外 有可能在台灣不一定 他設了一個IP位置 開始進行詐騙作 他下面就開始層層發包 落後很多人就是個詐騙手 詐騙手要講你去找一些帳戶 一些帳戶來這邊當那個 在當任我們洗錢的帳戶對不對 你知道嗎 像之前那個蘭道有沒有 那個台版柬埔案那個 要被抓到那個主席 他名下就有多少個帳戶 一千五百多個 嚇死人 對啊 你看這些人全部被關在 那個淡水那個房間裡面 他為什麼有那麼多帳戶 這跟我們政府把關個資部也有關吧 我們的個資通通被流出去啦 對啊 個資取得很方便 而且一個個資 完整的個資一份才五百 你知道從護偵機關流出去的 有幾千萬嗎 兩千三百萬 幾乎每一個人的護照 那現在還沒破案 沒有破案 連內政部都沒辦法把關 你知道內政部 他調查那個案子 我只要看了 我實在是昏倒你知道嗎 他是什麼 他對著內部調查 內部調查他只是告訴你說 說我的內網安全無餘 意思是說這個事情 被盜走跟我無關 因為我的內網安全無餘 我沒有內責 他不是有人把這個資料外洩出去 那個立法院講說 那你既然有內部調查 要不要把這個公文送來立法院省 後來他不要 那如果沒有內責 這兩千三百萬 比個資是怎麼流出去的 所以我就跟你講 這個是不是很奇怪 他搞不好告訴你 推給說駭客 因為現在駭客很厲害對不對 更扯的是我們不是成立一個 數位發展部嗎 不然你來看看 數位發展部你來看看 唐鳳跟你說什麼 我們只負責數位發展 這個監理跟控管 不光我們的事你知道嗎 可是後來就有立委打臉 數位監理法裡面明明規定說 你要負責監理這些數位的東西 可是你看他就是開始推 所以人家說成立打炸國家隊 其實就是什麼 踢皮球國家隊 好 問題是這個踢皮球國家隊 剛剛其實玉峰也談到 我們是騎U-Bike 人家是開跑車的 人家是開法拉利的 你知道我們在科技上 連M化車都不能用 對 你看那個檢察官 前一陣子6月17號的時候 最高檢察署跟建青檢改會 開了一個檢察官 就是打造食物研討會有沒有 車禁研討會 你知道那個從頭到尾 檢察官泡風融融 泡聲融融 問題是檢察官那麼努力在辦汗 對不對 那你剛剛講 阿關講到說那個什麼 我們的M化車不能用 為什麼 以前大家記不記得 以前大學聯考的時候 那個M化車在幹什麼 在抓作弊的 對 抓作弊 你只要通訊電子產品之類的 有訊號的話 他都可以抓到你這個位置 所以那個什麼 詐騙集團如果是用這種東西 手機定位什麼東西 他可以抓到你的定位在哪裡 那可是今年4月 法院就判一項罪 為什麼你的M化車這個什麼 欠缺法源依據 因為我們的科技監察法裡面 M化車這個東西還不能作為偵查工具 M化車不能作偵查工具 以前不就在用了嗎 以前在用問題是你看 這個實務上就丟給你 我就跟你講說法院就沒有用 他破獲一個詐騙集團 就是用M化車 可是你跟科技偵查法 還沒有整個對M化車進行一個 辦案的一個依據對不對 沒有法源在那邊 沒有法源我就不能判你 你在據說明人會的科技部門 那個黑道科技部門 比我們的世衛發展部 比我們的打造國家隊還厲害 不是因為我們的那個 我常常講說打造國家隊 真的是殭屍團隊你知道嗎 那個檢察官就講 今年一到三月對不對 陸客來台灣兩萬九千多個人 你知道辦了多少國際漫遊手機 辦了一百萬 一百萬耶 我們之前有講過 後來九十幾萬回流之後 都是假的 都是雜片集團 都是雜片集團拿去營 那你今天你這個網營也沒有人在控管對不對 沒有人在控管 網營現在變成詐騙的大宗 那我們警察在幹什麼 我們警察剛才玉峰不是講 我之前也講過 很多東西你還要用傳真的 紙本 對啊 那個什麼警示帳號 我還傳真給 銀行要有人在那邊等的傳真機 說我有收到 你如果帳號看的不清楚的話 傳真機模糊的話 隨便輸入對不對 一些無辜民眾還被人家是以為警示帳戶 所以觀眾朋友 你是不是聽了之後真的覺得很賭什麼嗎 如果很賭什麼的話請你拿起你的手機 打開拍照模式 掃描QR Code 掃描QR Code 就可以訂閱關我什麼事的節目 而且請你訂閱完之後要記得打開小鈴鐺 而且幫阿關按讚 同時請你幫我們分享 回到財經交點要來告訴你 剛剛談的是詐騙 現在來談談竊密 大力光常常告人 因為大力光的專利真的好厲害喔 那麼大力光跟同行先進光打了非常多年的官司 現在大力光勝訴了 勝訴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抓到了好幾個內鬼 而這些內鬼就是大力光的工程師 他們跳槽之後呢 把商業機密帶到了先進光之外 還去申請專利啊 對 那大力光的一個員工跳槽到這個先進光 然後把機密帶到先進光 這樣的一個竊取機密跟侵權的官司 已經延宕了將近十年 那今天終於落幕 那當然在部分來講 在民視那邊是和解 那另外這四個員工 就是大力光的原來的這四個員工 也輕判 因為只有判六個月 而且醫科罰金緩刑兩年 不管怎麼樣 這件事情就落幕了 那我們把這件事情回歸到原來到底是缺什麼機密 到底是誰在缺機密 在2010年的時候 先進光有一個張姓的副總 他聽說大力光有三個人 有一個姓翁的 有一個姓周的 有三個人 還有姓謝的 有一個姓謝的 他們想要離職 那三個人裡面有一個 是日本找稻田的機械碩士 剛好我先進光 因為你知道那時候是5P 我們一般手機是5P 但是5P已經極限了 誰知道現在5P已經到8P了 5P就五個塑膠晶片連在一起 那你要突破那個關卡 你就是要找大力光的人 說得不好 就是累人頭 自己捏去 捏去的時候沒問題了 但是我們要設計機台的時候發現 他們三個沒有機台的經驗 又去找一個姓朱的 又把他挖過來 所以一共是4個 那他們去的時候 你一定要代工 你一定要投名狀 他帶什麼 3D的繪圖的檔案 整個帶進去了 那帶進去以後 就開始設計了 那設計這是2011年就設計 設計以後2012年 大力光就突然的發現 先進光申請了兩項專利 一項專利就是點焦針頭的結構 一項專利是遮陽片 他的一個送料的機構 這兩個專利 這樣沒關係 你有告訴你你就去申請 發現那個專利發明人 4個是我們以前的員工 還有加上先進光的張姓副總 所以大力光告 一定要告的對不對 他告兩個 第一個就是營業機密 你侵犯了我的營業機密 因為營業機密 我就可以申請營業損失 第二個你侵犯到我的技術機密 所以原告他的訴求就兩個 所以在這個竊取 以及我的機密的過程裡面 你造成我很多很多的損失 所以民事刑事一起告 那當然對先進光來講 後面也是有律師團 那有那個事情 因為第一個這不是什麼機密 因為你生意的東西 我們是用CNS的標準規範去繪圖 這裡面沒有原創性 就像阿關妮 你說你設計一套衣服 那那一套衣服其實已經有人了 我就改了多兩個腰帶 再多兩個飾品 這本來就是大家共有的 你也沒去申請 對不對 這也是可以 所以他這樣講也沒有錯 一定是律師給他改的 因為最近我在看一個律師記 你也好看 就是裡面有這些所謂的商業機密 都這樣交來交去 惡律師好律師都很多 那另外那四個員工 他們也在法庭上講說 第一個 我沒有參與大力光的技術研發 第二個 我沒有參與大力光的硬體機台的設計 第三個 我也不是他的一個 我也沒有接觸到 他的所有的專利機密的東西 我都沒有 當然我也沒有管理到密碼 所以我沒有管理密碼 我沒辦法進去 所以你大力光的機密 我沒在看 我怎麼可能看 所以他是講這三個 這四個訴求 當然一般來講 那另外律師來說 我跟你說 你這都是通常知識而已 你的英國機密就是通常知識 你說你那些什麼機台設計 那只是只要懂得自動化 機具的這樣的一個結構的人員 他們就會了 那你怎麼會是你大力光的東西呢 當然後來他們也因為這樣子 就甩鍋了 最後法院仍然是判先進光敗訴 重點來了 大力光其實告先進光不是第一次 大力光告同行也不是第一次 但每一次你都會發現 大力光訴訟只是手段 他是要一戰逼合 他每次告人人家之後呢 他就跟人家和解 和解之後呢 兩條路 第一個你給我訂單 第二個你讓我入股 他其實是為了拿訂單跟入股去告的 而且每一次都達到他的目的 對 其實在這三個大力光告的通通影以外 我們有一個非常好的案例 可以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2010年的時候台積電告中芯 那中芯半導體呢 花了八年的時間 後來就和解 那和解中芯賠了兩億美金 另外還有給他8%的股權 另外還有2%的選擇權 那有人就問台積電呢 你如果要給我四啊 還給我四啊 他說不行啦 你給我給我四 萬一這間中芯賭去 歐亞技術外流電腦 所以在告的過程裡面 他就有所謂的這個利益的 充補的一個過程 我們來看 那在過去來講 大力光的一個星宋史呢 幾乎每一次都贏 2013年告三星 那2016年和解 那三星就 他一定是簽密約 因為這個一定要簽密約 因為三星的面子掛不下 我不能說我親全 今年你又掛三星這兩個字就灰了啊 所以一定簽密約 但是我答應你 2018年所有的大戰通通給你 好 雙方 和解了 和解了 好 那2013年告郁金光 那郁金光後來也是和解啊 和解說 那乾脆我的 郁金光的專利 我全部授權 免費授權給你用 我也賺到啊 他離過來賺到 對不對 那2019年告誰 告惠普 他有15種的MV 他的鏡頭是有兩家 一個是先進光 一個是新聚光 他們提供了三家通通告 後來先進光就先跟他和解 用5.98億去買他的普通股 佔15.2% 這15.2%已經變成裡面最大股東 那這一次又輸了 這一次一共判賠15.22億 用部分的現金加股票 然後大家和解 那其實在和解是3月5號和解 先進光的董事長 他說我那一天我一進公司以後 所有人都招惠 當事長 我進到我辦公室 我哭了好久 為什麼 這9年來壓力太大 每一次出庭 我這個細胞就死了兩萬多個 然後大立光又以這種所謂的扣押 假執行 用假執行扣押他所有銀行的 賬戶的現金凍結 他說凍結那一天就有員工問 那時候當監總經理 下個月我們的薪水有辦法花嗎 他說有 但是坦白講 我也不曉得錢在哪裡 然後我第一次跟林鄭平見面的時候 林鄭平用台語說 這種事情以前是記憶的 你今天就要出門這麼大條 他說要和解之後 創造雙贏 他說鬆了一口氣 這就是以戰逼合的智慧 我們直接來告訴你的是日元 最近很多人要去日本玩 提醒你現在換日幣真的很划算 因為日元在今天又在扁了 又在創新低了 在今天來到對美元143 對台幣0.21 那日元扁到這麼低 有沒有可能日本央行會出手干預呢 這是現在大家在看的一個重點 另外一個重點是 現在開始出現很多日期的撤中潮 日期要回到日本 這裡頭最重要的指標公司 就是Panasonic松下 我們知道松下跟中國的淵源很深 但想不到連松下也要離開中國了 好 這個日元的狂扁 日銀要出手了 他們這個殖利率的一個控制曲線 現在要改變 這個叫YCC 我來解釋一下 就說日銀 就是日本的中央銀行 把10年起公債的殖利率 上限控制在0.25% 為什麼要這樣控制 他要保護日本的金融機構 因為金融機構手上很多債券 那殖利率往上債券價格會下跌 金融機構會蒙受損失 但是這一兩年來通膨上去 殖利率就往上 所以一直在碰上限 日本央行沒辦法 市場擔心債券價格下跌 把債券就拋售 日本央行就把債券無止境的吸收 形同對市場注入了資金 所以為什麼日元扁 然後日本的股市會漲 但請注意這個消息出來 現在波動太大 開始YCC的政策要改變 你看最近這幾天 日本股市亞洲股市第一勇 今年我們台灣漲20% 它漲24% 你看最近的日本股市 跌破了月線 開始有變化了 不過日股確實因為日幣的狂扁 而在今年表現非常凌厲 特別是日股裡頭有幾檔指標股 有一檔叫做索斯未來 大家沒有想到索斯未來這家公司 它是一家AI公司 竟然股價還超越了NVIDIA 超越了輝達 我們都覺得NVIDIA漲200% 已經夠厲害 索斯未來還漲245% 它做什麼 它就作為系統單芯片SOC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IC設計 但是它的IC設計放在電動車 智慧設備還有資料中心 跟AI有關 所以今年的股票 就大漲 除了索斯未來之外 日本的半導體材料 叫JSR也漲很兇 那日本的政府基金 現在準備用差不多9000億的日幣 折合大概60幾億美金 這麼龐大的資金 要收購這一家 這個消息穿出來 昨天禮拜一一天可以漲了22% 這個大標股 那為什麼日本現在要保握投資的機會 投資AI投資半導體晶片 那你看這個JSR多厲害 它做光阻計 光阻計不就台積電在用的 對 它的客戶就台積電 三星 英特爾 為什麼要光阻計 這個晶圓在10顆的一個過程當中 光阻計用了以後 讓它的殘留物盡量的減少 可以讓晶圓製造的良率提高 但是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來講一下Panasonic好不好 因為既然談到了骨架 我們來講一下松下 因為日幣扁大家都知道去觀光很划算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很多日器 因為這樣決定要回日本做製造 也就是說過去可能把中國當世界工廠的 這些日器現在要回到日本去了 對 這是一個循環 其實不是只有日本台灣也一樣 大約在三四十年之前就1980到1990 當時兩個國家的貨幣是升值 所以升值的話生產線一定是外移 比如說外移到中國 日本也是這樣 1978年的時候鄧小平第一度到日本去訪問 訪問的時候他還跑到大阪去見誰 見松下信之助 松下信之助的話就松下創辦人 成為日本的經營之助 那鄧小平就跟松下信之助就講說 能不能幫我們一下 我們現在中國要現代化 幫點忙 幫忙 松下就跟中國大概有長達的 40年的好交情就開始了 所以松下的話就到中國去設廠 那時候中國的話 是沒有外資的 沒有 第一個核資的企業 在中國的營業是2000億日幣 佔整個松下的營收是20% 現在只剩2% 只剩2% 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中國自己家店的品牌也起來了 它比較熟 美的 格力 小米 這些品牌起來 第二個原因 現在日遠是扁的 對不對 當時日遠是升去中國投資 現在扁了以後要回來日本 所以他把廣州的高階的空調 壓縮機 這些都最厲害 移回到日本的本土 現在在資賀縣 要投100億日元 把日本的產能提高了4倍 好 那我們回來講觀光 大家都知道這個時候去日本玩是非常划算的 如果你在這個時候去換日幣 跟半年前相比的話 可以差到2萬塊日幣 多出2萬塊日幣 蔡總 對 現在因為觀光客的話 換的日幣到日本去觀光 都很會給的 現在日遠貶到了一美元 大概143 那對於日幣 台幣的話 大概0.2億 所以跟去年同期來講 我們10萬塊的台幣去換日元的話 現在現賺9.8萬的日幣 我們講過嘛 來回一趟這個日本的機票 再加上三張的這個 迪士尼的門票 我告訴你 現在因為觀光客太多 日本這些最熱的這些熱源 以價值量 東京迪士尼成人的這個門票 已經突破了1萬日幣 大概2337塊的台幣 那大阪的這個環球影城一樣 12歲以上就是1萬塊日幣 都在大漲下 我告訴你大漲下 還是繼續人家要去 好不容易出國一趟 不在乎 因為還有那個馬力歐園區 真的 如果小孩帶去 我告訴你他真的不想出來 馬力歐園區 大阪的這個影城 這個真人 這個電動 很好玩 但是這樣的一個情況的時候 都可能回到我們YCC的政策 這個可能會改變 那我們回來看個股 因為觀光航空 大家本來以為暑假到了 應該會漲 那為什麼這個時候 明明該漲的族群 卻沒有漲 我告訴大家 今天台北股市 灌破1萬7 跟著日本股市 也跌破了月線 調整開始 調整開始的時候 兩種股票一定先到 第一個波段漲幅大 第二個估值高 我告訴你觀光局 兩者見計 第一個漲很多 第二個估值高 再不然那個估值太高 我沒有行情 那個觀光局鬧 那種本益比 要不要跳天上的本益比 把未來五年的觀光收入 都把它算進來 也沒有那個行情 所以今天你去看 銀品已經是正規金了 我們看那個銀品的K線 幾乎打到跌停 好 幾度打到跌停 我們看K線 你就可以感覺到 我們時間拉長 今年解封 今年解封 你看它是怎麼樣 七字頭漲到130 EPS也只有30元而已 那你去看那個下都 下都 墾丁那個有海灘那個 EPS一元 一元起到一二三 一百二十幾元 所以今天這些光光股就下了 好我們回來電子股比較重要 AI AI我們其實我們是領先 我們上個禮拜那個端午節的前一天 就叫大家賣了 對就要小心了 你看今天 為什麼今天廣達 跟這個偽創都已經跌下來 其實我覺得它還跌的不多 但已經跌下來 你看昨天的AMILIA 我們講過那個三位董事 都在賣股票了 AMILIA昨天已經跌了快4% 然後跌到那個市值一兆美金 看起來未來它可能也會調整 所以它再一跌了以後 你廣達偽創怎麼會漲 但是我們看六公格資金開始會轉 破業線之後 轉到怎麼樣 你看今天的威剛是除夕的第一天 填息 前年上漲 跌了一年 跟各位講DDR貨 就是主流規格的那個記憶體 8GB的第一度開始合約價上漲 最近的就這個禮拜的報價出來上漲 所以開始有漲的這個機會 好 我們直接帶您來關心的是天氣好熱 熱浪來襲 而且不是只有台灣很熱 是全世界都很熱 那麼全球的熱浪來襲 一方面我們擔心會有缺電危機 另一方面你知道 量價和運輸的報價出現大漲 通膨再度蠢動 我們來看熱浪來襲 那麼熱浪 襲中國北京連續三鐵 已經標迫設施40度來到41.1度 美國德州的體感溫度 標迫了50度 司令人說這已經是 人類接近生存的極限了 對 所以說大家一定要去想調 現在不是只有台灣熱 全球都很熱 所以有專家就說 這有可能是強盛陰現象 也就是熱者越熱 而且會熱一整年 所以這就是溫室暖化的效果 好 我們來看這個地圖 你就覺得好熱 巴斯基斯坦看到39度了 印度北部看到47度了 北京連續三天破40度 美國德州看到50度了 西班牙馬德里看到40度了 你知道全球都很熱 對 所以 他們今天是35度6度 對 35塊36度 那體感溫度大概已經快40度了 所以觀眾朋友其實是這樣 現在就出現了非常多的亂象 給大家看幾個亂象 聽起來也會很恐怖 河北說有這個民眾 把衣服放在鋼盆裡面 所以我們的洗臉盆 那大陸可能用鋼盆 好 結果回家的時候燒起來 冒煙 看一下 衣服自己自燃 自燃 然後他說回家的時候 趕快澆水 衣服氣到冒煙 他說我都沒有碰他 回家就自己燒起來 所以大家知道 這可能在什麼 在這個5 60度的時候 那加上什麼聚熱 然後整個就燒起來 所以現在就變成什麼 到處都很熱 養飢業現在魚也熱得受不了 據說還要放冰塊 對 這遼寧省 大家知道遼寧省 如果到夏天平均28度 現在已經36度了 所以旗子 海參 都要撞掉了 所以說基本上就是什麼 直接應該做物理降溫 倒冰塊 那到了之後 有網友也是滿 我覺得滿搞笑 他說這樣好了 不要倒冰塊 乾脆抓幾條殺一殺 然後其他的就 趕到新涼就不會冷了 不會熱了 那還有歌手梁靜茹 在瀋陽開演唱會 大家想想看 瀋陽變成梁手 好 我們來聽一段 來 開空調 好 梁靜茹開演唱會 聽到的不是梁靜茹的歌聲 而是現場歌迷大喊 開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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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觀眾知道 其實一萬多人 一萬多人在裡面 主辦都在說 有啦 我們有開空調 有冷氣 但是金粉不夠 結果他的演唱會就連續開 第二天吊什麼 吊50個大冰桶 吊過來 然後用電風扇吹 加開 這樣子大家才什麼 勉強的降溫 所以其實現在變成怎麼樣 連東北 北部的地方 都已經很熱 所以現在等於是說 大陸現在也是熱到受不了 好 農民灌溉出了問題對不對 因為沒有水該怎麼辦 對 其實沒有水 當然就飲水 所以從山東裡面基本上 本來就怎麼樣 黃河飲水來灌溉 其實很正常 可是現在大陸被爆料出來說 你從黃河的資道 飲水來灌溉 不好意思 村委要給你收錢 而且你每一戶要收 100塊的銀幣 用黃河的水還要收錢 對 然後村民就開始抗議 他說什麼 因為今年乾旱 我根本沒辦法中 沒辦法中的時候 你還要跟我收錢 所以現在變成什麼 大陸的亂象真的很多 而且那個豬很可憐 聽說熱到悶死了5000頭豬 對 那豬是這樣子 就是說現在的豬本來 大家知道豬都比過人好 很多人養殖裡面都要放冷氣 開空調 開電風扇 結果這個農民是說什麼 養豬的時候 晚上沒有請人 他就直接開電力 結果隔天一來一看 跳電子 全部5000多頭 全部熱死 差不多了幾千萬的人民幣 所以現在的話 變成說大陸的亂象 就從熱開始來這個出道 好 熱除了亂象之外 最最重要的 跟你有關的是 通膨又蠢洞了 因為很熱 所以糧價又在漲 因為很熱 運價也暴漲 對 所以說 大家去想說 很熱跟這有什麼關係 很簡單 你一熱一枚水 比如巴拿馬運河 巴拿運河的水位已經創新低了 水位創新低 那怎麼辦 你不可以每台船都過 所以怎麼樣 現在巴拿運河 什麼 調漲過這個 過運河的價格 那你現在的運價 是不是又什麼 又要上漲 所以現在變成什麼 環環相控 而且我們來看這個畫面 因為太熱了 所以巴拿運河 現在水位很低 對 那我們知道船 經過這個運河 它那個吃水的深淺很重要 所以很多的船運公司 它調降了它的吃水的高度 一旦調降之後 它船載的貨 就不能再那麼重了 因為你必須要吃很深的水 才能夠走 那你如果再太重的話 這個河道又很淺 你就走不動 所以它調降水位 造成它的運量大減 運價大減 運價大減 所以說其實就像君也講的 就是說 其實現在就變成怎麼樣 全球的市場 看起來好像通膩又降下來了 可是因為天氣的效應 包含乾旱 包含運價 那小麥也是一樣 在我們說黃豆 玉米 小麥 短期間 漲了接近25% 就23%左右 為什麼 就是因為什麼樣 所有的什麼 所有的供給其實大量的減少 好 熱浪概念股 有沒有機會動 我們來看看什麼是熱浪概念股 好 今天之後你跟我講的時候 飲料的 同一超商全家 對 他本來問我說 不是講節能 我說不是節能 所以飲料有三種 一種是通路商 其實統一超商其實算蠻穩定的 所以各位看 今天還是創高 手搖引的賺錢的能力 其實現在還沒出來 所以你看 包含六角 包含天人 今天天人往上拉 不過我要特別提醒 這些通常量都比較少 所以你也不要去追價 今天量比較大特別留意 艾滋味跟黑松 其實以黑松來講 他賺得不錯 賺0.47 其實本力比不高 今年賺起來大概一點 股價很便宜才11塊 沒有 40幾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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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本力比大概不到20倍 所以我覺得反過來說 艾滋味跟黑松 這些飲料股你不要追高 現在大團是在修正 我認為飲料的高峰期的營收 應該會出現在8月份左右 所以7 8月營收開出來 他們有機會再創高